讲到了学习语言的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 你可以听你的声音 你可以分析跟研究你的口音 你的发音有没有正确 有没有比较标准 那我想要在这个小小的影片 做一个小小的介绍 给你很具体的一个示范 我的部分我的话我会怎么做 像譬如说我现在我在学习西班牙文 然后我最近我就其实 这些德文不对 西班牙文的文法书 这些文法书通常有很多的例句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一个资源 如果你去学习德文的话 你可以用来一些课本 或者一些文法书 一些工具书 通常我们通常可能会联想到 比较枯燥的一个学习的那种气氛 或者是学习的方式 那你可以把这个 你圣主义这种东西 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很有趣的 很生活化的 而且非常有用的一个练习 就是说你这些内容 这些句子你都要念出来 所以譬如说 如果是一个文法书的话 我这边有非常 就是系统性的列句出来 比如说有哪些文法的结构 有哪些句型啊 有哪些可以如何表达 这些内容的方式 那这个就非常适合 念成就是这样念出来 然后把它就是 对就是录下来 然后变成一个MP3 你就可以以后听到 然后听那些句子 你这个表达能力 也可以非常系统性 你就可以很确定知道 这个是一个 整理的非常整齐的内容 那我可以把这些句子 这些表达方式 就一块的就是录下来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很简单 看你想要用哪一个资源 哪一个资料 我觉得真的都可以 而且呢 而且呢最后呢 这是一个比较短的影片 最后我也很想多一点分享 而且很具体的示范 像譬如说今天 啊OK这个书 我要把这些句子 这样子录下来 然后就变成1MP3 呃 我想要再做更多这方面的影片 可以真的用最具体的方式 来示范你可以怎么做 因为我知道 有就是说明一个方法 或者是解释 大概介绍一个方法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另外一边啊 就是真的是具体给你看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细节 譬如说你先做什么 再做什么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这方面 我想要再提供更多的资源 然后跟你们做更深度一点 更多一点的分享 好 今天的一个小小的影片 讲语言的方法 祝你们学习得问题愉快 而且你也可以告诉我 最后我还是当然有一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告诉我 那如果你想要这样子 试试看看 尝试这个方式 这个方法 那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资料 或者是哪些文章 哪些资源 你很想这样子 把它录下来 然后就是变成一个MP3 你可以告诉我 非常好 OK 下个影片见